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谈谈彭丽媛如何透过他的公众形象和参政行动 对习近平的领导形象进行了柔化 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还是这只是中国高层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劳动力老龄化 最新数据显示,有高达31%的农民工年龄超过半百 这对世界工厂的未来有何影响 最后,我们将带大家一起看看习近平最近的欧洲之行 他的外交策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动作 尤其是他对塞尔维亚的访问以及与欧洲领导人的会谈 都透露出什么信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行动和策略总是备受关注 最近,习近平的一系列外交访问和政策宣布引发了各种解读和猜测 从彭丽媛的政治地位 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复杂互动 再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每一个动作都似乎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彭丽媛的政治影响力 明镜新闻台报道 彭丽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 在访问法国期间的表现引人注目 有人将其比作红都女皇2.0 有观点认为 彭丽媛的公众形象有助于柔化习近平的形象 而有人担忧她可能会重演江青的历史 香港《星岛日报》甚至报道了彭丽媛可能的军职 引发外界对她在政治局中地位的热议 习近平的外交行动 习近平的外交行动同样引人关注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 习近平在访问塞尔维亚时强调了 中塞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并期待双方关系能够开启新篇章 此外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习近平在法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三边会谈中 试图展现中国支持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 但这是否能够改变欧洲对中国的看法 还有待观察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挑战 除了外交政策 中国国内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也是习近平政府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明镜新闻台报道指出 中国正通过钻漏洞的方式 习产地将商品翻倍入美 显示出在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上 采取了灵活策略 同时中国农民工31%年过半百的现状 暴露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及劳动力老龄化问题 结语 习近平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的挑战 是复杂且多维的 从彭丽媛的政治地位 到中国的外交策略 再到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 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精心策略和周密考虑 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中国的利益 同时确保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是习近平政府需要不断探索和解答的问题 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 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近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系列国事访问 尤其是对法国和塞尔维亚的访问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些访问不仅是外交礼仪的展示 更是深化国际关系 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而在这背后 普通民众的看法和期待 以及国际间的人员流动 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话题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 习近平夫妇的法国之行 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受到了北京群众的广泛关注 民众对于这次访问充满期待 希望能够通过加强中法两国的交流合作 推动经济发展 增进文化了解 同时 自由亚洲电台也提供了翻墙软件 塞封Siphon3的下载信息 帮助那些处于网络封锁地区的人们 获取自由的信息 紧接着 星岛日报报道了 习近平结束法国访问后 抵达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亲自到机场迎接 塞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显示了对习近平访问的高度重视 报道指出 塞尔维亚被视为中国 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此次访问 预计将讨论 双方的投资合作 极新的交易机会 而在这国际大背景下 人员的跨国流动 也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网络媒体报道了一则 关于中国无证移民使用墨西哥身份证 进入美国的新闻 这些华人移民通过走私集团 获取墨西哥身份证 以便顺利穿越墨西哥 进入美国 报道中提到 这类移民在过境美国边境时 会丢弃或销毁这些身份证件 以避免被美国移民当局识别身份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 全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 也暴露了国际间 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挑战 从习近平的访问 到普通民众的期待 再到国际间的人员流动 这些事件和现象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复杂多维的国际关系画卷 在这个画卷中 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 不仅影响着政治经济的走向 也深刻触动着普通人的生活 而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也考虑到人民的扶植 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将是每一个国家 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各种新闻事件 如同织井般交织在一起 展现出国际局势的多面性 从美国议员对中国器官 摘取问题的关注 到中国在大城市 提前实施的国安新规 再到习近平主席 在欧洲的国事访问 每一件事都是国际关系 这幅大话中的一笔 首先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 CCC的主席和首席议员等人 于2024年5月3日 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呼吁利用国务院的悬赏机制 来遏制中国非法摘取器官的市场 这封信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一个独立人民法庭 在2020年3月认定 中国从死刑犯和政治犯身上 摘取器官的行为 构成了反人类罪行 涉及的器官 贩运市场规模高达10亿美元 议员们强调 鉴于全球对器官移植的需求 挖掘第一手资讯 对那些曾经见证 或涉入此行为的人士 进行调查是迫在眉睫的 同时 在中国国内 根据网络媒体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 于4月26日 公布了扩大调查 入境旅客电子设备权利的执法规定 并计划于2024年7月开始执行 然而 由旅客披露 深圳 上海等大城市的海关 已经开始抽查入境旅客的手机 或笔记本电脑 这一做法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人们担心 这将侵犯个人隐私 同时也对外国旅客造成了困扰 法律学者陆成渊指出 这些法规容易让民众产生恐惧感 塑造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 在国际舞台上 习近平主席的欧洲访问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星岛日报报道 习近平在结束法国访问后 抵达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塞尔维亚总统伍琪奇 亲自到贝尔格莱德机场迎接 塞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显示了对习近平访问的高度重视 报道指出 塞尔维亚被视为中国 在巴尔干半岛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预计双方将讨论中国 在塞尔维亚的数十亿投资 以及可能的新交易 这些事件反映了 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从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到中国在国安方面的举措 再到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互动 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影响到 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了解和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 深层次原因和可能的影响 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和平 公正的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每个动作和每句话语都可能引发波澜 从北京到华盛顿 从伦敦到马尼拉 世界各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网中 既是合作者也可能成为对手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新闻头条 它们是国家间互动的真实写照 揭示了背后的战略考量 历史伤痕和未来展望 北约轰炸中国使馆 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忆 25年前 北约的轰炸机在科索沃战争期间 意外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造成三名中国记者遇难 数十人受伤 这一事件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 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每到周年纪念日 中国官方和媒体 就会发起协调的宣传活动 呼吁国人不忘记 并指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欠着中国人的血债 尽管对外保持低调 中国官媒在英文报道中 几乎未提及这场轰炸 却在国内社交媒体上 大力推动纪念活动 官方账号和各级媒体纷纷发声 通过各种形式传递不忘记的信息 同时限制了相关热搜话题的评论 只允许官方认证的账号发声 这种做法展现了中国 在处理对外关系 和国内民情时的微妙平衡 美非军演击沉中国之舰艇 一场无声的对抗 在另一场看似遥远 但实则关系紧密的事件中 美国与菲律宾的联合军演中 一艘中国制造的补给舰 被作为演习目标击沉 根据网路媒体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林健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强调任何军演都不应损害 地区和平稳定 也不应针对协力厂商 或损害其利益 菲律宾军方则称 击沉行动并非有意为之 并不代表向中国发出 任何特定信号 这一事件虽然被双方尝试淡化 但无疑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反映出美中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 英国防部工资系统 一遭华黑客入侵 网络战的新前线 网络空间已成为 国家间竞争的新战场 东方日报报道 英国国防部工资系统 一遭中国黑客入侵 英方官员暗示此次攻击系 中国政府所为 对此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强烈谴责 称英方的指摘是无中生有 恶意诋毁 并敦促英方停止 散布虚假信息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国家间 在网络空间的激烈对抗 也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 对网络安全日益增长的关注 随着技术的发展 网络攻击的威胁越来越大 国家安全的概念 也随之扩展到了数字领域 结语 从北京到华盛顿 从伦敦到马尼拉 国家间的互动 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历史的伤痕 战略的竞争和技术的发展 共同编织出国际关系的复杂画卷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每个国家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 和安全而努力 但同时也在寻求合作与和平的可能 未来的国际舞台将如何展开 仍充满变数 在新加坡的文化和艺术领域 黄凯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 他的小说集《爆变》和散文集 Dakota的成功 不仅在本地受到热烈欢迎 更是跨越海峡 被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出版社 争相购买版权 黄凯德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 向读者展示了新加坡主流 叙事之外的多元面貌 他的文字就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通往魏达之地的大门 黄凯德的故事起源于 他对达哥达这个名字的深厚情感 当地铁环线第二阶段通车 选择了达科达作为战名时 他忍不住写电邮向当局抗议 尽管没有得到回应 但这一举动反映了 他对家乡的深情和对文化身份的坚持 这样的细节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 对自己文化根源的珍视和对社会变迁的敏感 与此同时 纪录片《我和你的故事》 也在新加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部纪录片 记录了十名南洋小学学生 在2008年到中国河北省 康宝县高加沟村的进入体验 以及他们与当地孩子之间 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 16年后 导演魏阿廷重启镜头 记录了这群曾经的小朋友们成长后的样子 以及他们之间跨国友情的延续 这一次 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录片的拍摄再次相聚 更是因为彼此之间那份纯真的友谊和深厚的情感 《未案之火》 这部中国悬疑情感剧 《遗妆杀夫案为影》 深入探讨了社会议题 如女性困境家暴等 剧中 南亚因涉嫌刺死丈夫而被捕 周洛作为案件的唯一目击证人 却应对南亚的深情而选择沉默 随着故事的发展 一连串的暗中暗 让剧情更加扑朔迷离 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阴暗面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悬一剧 更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从黄凯德的文学作品 到《我和你的跨国友情》 再到《未案之火》 对社会议题的深刻探讨 这些故事虽然背景不同 形式各异 但都展现了文化与人性的多面性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新加坡 也让我们思考了人与社会之间 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这些故事就像是一山上窗户 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 感受到那些未达之地的温度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